近日,风电运围某船 制征100顺利完成风场时效实验 返回位于江苏启东郑华海工码头 在32个小时全真谋理考试中 制征100顺利通过各项功能实验 特别是波浪补偿站桥的首次运用 使海上风电运围人员走路上班成为现实 制征100是一艘即高效运围 绿色运围、智能运围、安全运围 与一提的海上风电运围某船 船长93.4米、行宽18米 设计服务航速12.3节 自持力30天以上 满足无线航区要求 它是我们在国内首次在风场实地 进行船舶全系统时效实验 通过波浪补偿站桥的形式与风机进行搭接 真正实现了运围人员能够安全快速地 从运围船上走路到风机的上班的这样的一个愿景 我们工作指定在风场的释放和顶靠风机 和我们海空调在风场的一个实效的调用试验 经过这些测试证明我们这条船 目前这个建造的最终质量的话 完全是达到了我们原先的设计预想和要求的 作为海上风电运围某船 该船还配备了动力定位系统 运围工作子艇 登城平台和直升机平台 以及海空启动机 可实现在复杂天气和严苛海况下 人员设备转运以及风场维护作业 该项目投运后 将为中国海上风电走向深远海 提供有力支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